我們看看這題目 測A點左方是10 B點左方是-12 C點左方是3K 第一小題 若少寫ABC的面積為4 求K至值 那麼我們先看第一小題 首先 這AB向量 我們是用B點左方 -A點左方 所以呢 這是-1-1 這是-2 然後2-0 這是-2 AC向量 我們是用C點左方 -A點左方 所以呢 這是-3-1 這是-2 然後這-K-0 這是-K 那麼這時候 造型ABC的面積 這是1 2分之1 乘以絕對值 然後這裡面是行列式 我們是把-22 2K 帶進來 好 那麼以致條件 這四號型ABC的面積為4 所以呢 這等於4 因此呢 這時候等號兩邊我們同乘以2 那麼我們得到 這是絕對值裡面 行列式 我們把它乘開 這是-2K 然後減掉2乘以2 這是-4 那麼這等於4乘以2 這是8 因此呢 第一種情形是 這-2K-4 這是等於8 那麼第二種情形是 這是-2K-4 這等於-8 當-2K-4 是等於8的時候 那麼我們把-2K 一向過去 這8一向過來 我們得到 這2K 這等於 這是-4-8 這是-12 因此呢 我們算出 K 是等於-6 這個答案 那麼當-2K-4 是等於-8的時候 那麼我們把-2K一向過去 這-8一向過來 我們可以得到 這2K 這等於 這是-8-4 這是-4 所以我們算出 K 是等於-2 這個答案 因此呢 我們第一小題的答案為 這K 是等於-6 或 K 是等於-2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如果A-B-C 三點貢獻 求K 這指 那麼我們仿照 第一小題的做法 首先 這A-B向量 我們寫下 這是-22 A-C向量 我們寫下 這是-2K 好 那麼這時候 A-B-C 三點貢獻 那麼代表 這A-B向量 和A-C向量 是在 同一個線上 因此呢 這兩向量 所張開 這三小型面積 要為0 因此呢 這行列是-22 然後-2K 這個值 要等於0 好 那麼這時候 這裡我們得到 這是-2K 然後減掉 2乘以2 這是4 好 那麼這要等於0 因此呢 這我們一向過去 我們得到2K 是等於-4 所以呢我們算出 K 是等於-2 這個答案 因此我們第二小題 答案就是 K 等於-2 這個答案 我們要等於-2 1-2 2-2 2-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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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